说真的校园真才蛮花钱的 动辄可能上百万 其实跑不掉对大企业来说 那如果是小企业资源有限的话 可以先聚焦重点学校 不是一般大规模场域的校园真才 而是先回归企业自己本身 你爱用的学校为处发点 你去分析一下你的企业 目前的员工来自学校的分布 哪一些学校的校友比较多 邀请这些校友 回去分享 同样学校的学生会比较容易被打动 你也可以去分析 可能这三年到五年 你录取的社会新鲜人 主要都是来自哪些学校为大宗 职业诊所帮人资伙伴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职业诊所的节目制作机主持人 Hola 我们在今年开始呢 推出新的子单元叫做换人资上 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这一集的主持人叔叔 今天我们要上的子单元呢 是换人资上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叔叔 那各位应该对我不陌生 以前有听过职业诊所的节目的话 应该有发现我是之前有一些节目的来宾 那今天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子单元呢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其实有一部分会是人力资源的从业人员 所以呢我们今年度来开了这样子的子单元 希望可以服务我们HR的相关的听众 也就有HR的角度来协助在职场上面的工作者了解 在公司面或是人资面处理一些事情的想法跟做法 那最近呢 陆陆续续应该就是校征的季节 所以非常开心的可以邀请到历程科技的人才发展部的经理 Kimi 哈喽大家好 Kimi呢他其实在历程大概有18年多的时间了 他是一个full function的HR主管 从我们的薪酬招募训练 其实Kimi都有过相关的历练 那另外一位的来宾是Hank 哈喽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我是Hank Hank呢其实在历程也有5年多的时间了 那今天也非常的丰富 在招募跟训练都有丰厚的历练 那今天呢就邀请两位来跟我们聊一聊 近期的校园真才 我相信大家看到就是校征的那一天很丰富 可是对于人力资源的同事来说 校征前中后各位应该有很多需要准备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校征的场地 好像在办园游会一样 非常的fancy有趣 那各个摊位都会有一些游戏啊 赠品啊互动体验啊 那人力资源的同事们为什么要设计这样子的桥段 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嗯 其实像校园真才啊 对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好招募新鲜人的管道 那尤其是像一些财新教程这些大型的真才场域 那往往参加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上百家起跳 那对学生来讲 他踏入这个校园真才 花三到四个小时去参观各个摊位 那企业就必须想尽办法 透过一些比如说活动体验啊 或者是赠品的发送来吸引同学的目光 让他停下脚步来多一点时间认识这一间企业 所以呢不管是活动体验或是赠品啊 往往都会去结合企业的一些特色 或者是产品或者是服务范畴在里面 那以历程科技自己来说 那我们位在新竹 那我们是隶属在半导体产业 所以像我们就会把我们像其中一个赠品 我们是帆布袋 我们会把帆布袋上面的图案呢 去设计融合新竹跟半导体的元素 新竹大家想到就是风很大 会有陈皇庙 对 然后晶片IC 我们自己公司的吉祥物代表批薄 我们会把这些元素设计进去 那希望说大家看到这个 对新竹有印象 进而连结半导体产业跟里程科技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我们的赠品 我们都不会印公司的logo 这么棒 怕大家不带是不是 是 所以这样子同学不认识什么场合 其实都可以使用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蛮常在新竹的路上 会看到有年轻人背着我们 可能在之前校正发放过的帆布袋 甚至之前有公司的伙伴会跟我们分享说 他上周去嘉义阿里山爬山的时候 看到有人背我们那个校正帆布袋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或听到 我们其实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感动 要执行到这样子的细节 因为这很用心 不是李正平公司印个logo就结束了 那每年可能也要想不同的李正平的设计 那这多久之前 其实人资单位就要开始做筹划了呢 其实像这一些不管是活动体验 或是赠品 很多的发想 其实需要花的时间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通常会在每一年的 大概9月10月 这么早 对 我们就会开始成立隔年的校园真才小组 好 那来开始规划 我们明年的校正主题 我们要参加哪些学校 然后呢 延伸的活动啊 赠品设计啊 宣传物这些 我觉得重点在于在挑选校组成员 我们原则上会以毕业三年内的年轻同仁来组成 比较贴近你的TA要去校正逛摊位 这些学生的年纪 是 是 因为他们距离学生实在还没有很远 所以他们的想法跟喜好 真的是会比较贴近学生 在发想方式通常都是用脑力机 大家就先自由地抛出 就是自己的想法跟提案 那通常会先从明年的校正 我们的slogan是什么 确定之后就会逐步展开到 摊位背板啊 宣传物啊 游戏活动 那主管其实在这里面 比较扮演是一个协助的角色 那我们其实鼓励年轻的同仁 尽量发挥创意 我们避免就是直接给意见 那主管的重点在于说 我们是去提点整个专案执行的 比较细节的部分 或者是掌握专案的时程节奏 然后去协助团队的创意 可以落地跟展开这样 看起来这是动用了蛮多的人力 投入的资源应该也还不少 可以印大量的帆布包啊 各式各样的体验活动啊 背板 如果有一些是中小企业 经费不多 人力不足 你会建议他要怎么样来进行 也可以达成类似的效果 不会差其他企业太多的 说真的 校园真才蛮花钱的 动辄可能上百万其实跑不掉 对大企业来说 那如果是小企业啊 资源有限的话 我建议可以先聚焦重点学校 我这边建议的重点学校 不是一般大规模场域的校园真才 而是先回归企业自己本身 你爱用的学校为出发点 那怎么样找到这个企业 他自己爱用的学校 你可以从两个地方去找数据 第一个呢 就是 你去分析一下你的企业 目前的员工来自学校的分布 就代表说你们的企业 哪一些学校的校友比较多 那就有这些校友资源 那去参加这些学校的校园真才 邀请这些校友回去分享 那在相同的学历背景下 同样学校的学生会比较容易被打动 产生好感影响 那第二个 你也可以去分析 可能这三年到五年 你录取的新人 然后是社会新鲜人 主要都是来自哪些学校为大宗 那就表示说这些学校的学生 其实单位主管很容易买单 然后学生加入这间公司的意愿 也很高 然后这也是一个数据方向 透过这两个面向的话呢 可以让经费比较有限的小资源 你就聚焦在适合的学校上 其实这样比较容易说服老板给预算 所以就不一定要去大拜拜 参加很多大的校征的场次 反而回到自己公司的校友族群 是哪些近几年录取的学校 有哪一些来做重点投资就对了 甚至利用同事们已经是校友的身份 去穿一些资源 如果进到校征当中了 其实摊位很多 有些大场次的校征啊 动辄可能有上百个摊位 活动好fancy哦 又有啦啦队女郎啊 送咖啡啊 定点要送什么奖品啊 那其实每个摊位 学生们经过的时候 都大概只有几秒钟就晃过去了 没兴趣他就走过去了 那有兴趣他可能会住逐比较久 那怎么样子才可以 让这些潜在的员工 这些学生们来逛摊位的时候 能够记住我们这家公司 了解我们 甚至愿意进去来聊聊主动应征 其实参加校征的团队伙伴啊 一间公司可能不会只有HR 有可能单位的主管 或者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员工 他们可能都会去参加 这间公司在学校办的校园征才 那不管你的身份为何 当你参加这场校征 对学生而言 你就是这间公司的代言人 所以呢 你不可以比学生还要害羞或是被动 真的 是 所以团队伙伴的态度一定要热情和善 那学生其实很容易就会被你吸引 接下来你就可以跟学生聊一聊 你这间公司的特色 搭配新闻时事或者是产业趋势 让学生对你这间企业很快速的产生兴趣 举例来说 像这两年半导体的新闻时事议题非常的行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切入说 我们也是半导体产业 或者是说 其实ESG的这个议题 连接的其实像是绿能产业 如果你是绿能产业的话 也可以带这样的话题去做一个切入点 那这样子当学生这边对你公司有兴趣之后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去了解 你今天来逛这个校镇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他是应届毕业生 那可能他的求职动机会非常强烈 你就可以着重在有什么样适合的职务 可以介绍给他 那如果说他是想要找实习的同学 你就可以跟他分享说 那目前企业内部有什么一些短期 或者是长期的实习计划 还有具体的一些实习内容 吸引他们主动来应征 那最后再搭配摊位有很多的体验活动 或是抽奖等等 加深他们对企业的影响 除了这些之外 因为我们其实参加校镇的重点 会是在雇主品牌的宣传 我们会主动跟学生建立社群的连结 社群的连结 请他加入你们的粉专页之类的吗 对 就是我们会请他follow我们的IG跟那个FB 我们会不定期有最新的职缺在上面 或者是我们公司有一些软性的活动等等之类的话 他都随时会看得到 久而久之可能对这些企业会有兴趣 或者说他也可以借由这些来判断说 自己适不适合这间公司的文化跟价值观 这真的是很好的方法 不然大部分逛过之后 可能回家就忘记哪一家是哪一家了 所以有这样子的管道 就是让他除了校征之外 还是持续的可以接收到公司的相关的讯息 那保持粘着度 对对对 有没有比较有趣的方式可以让学生 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接收到 到底这家公司文化价值观是什么 怎么做的呢 Hank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会邀请年轻的员工 或者是过往有参加过实习生计划的实习生 我们会设计在摊位的那个背板里面 透过员工去分享他们的实习体验 或者是一句话 一个slogan 来去吸引走过的那些年轻人 让同学会觉得说 科技业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冷冰冰 可能就是厂区 可能就是那些听不太懂 看不太懂的IC 来去拉近跟同学的距离 像去年我们也会拍摄员工的一日系列 现在的学生 他其实 喜欢影音 对 不喜欢看字 不喜欢看字 那你刚才讲太多 他也不觉得容易接受 他觉得你啰嗦 对 太啰嗦 所以我们就透过那种一日系列 很快速的方式 实际大家了解 你未来从事研发工程师 或者是像生产线的 像工程师的角色 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那同学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好奇跟兴趣 那愿意停下脚步来跟你去做了解 我们会跟同学去介绍 那为什么半导体产业这么的热门 所以我们会提到像AI 5G 甚至大家比较常听到特斯拉 自驾车 大家可能都很了解 就吸引过去了 对 不管3C 5G 任何的产品里面都需要memory 我们会先以这些 大家比较了解的角度 那同学自然而然的 他就会比较听得下去 比较有兴趣 不过你想说 封装测试 那个chips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们就更活灵活现地告诉他 你做的东西到底会用在你生活周遭的哪里 他比较容易想象 比较有兴趣 甚至回去可以跟爸妈说 我去那家公司 那个东西会装在哪里 你生活周遭都会用到 那最后的话 我觉得就是internship 近几年 有越来越多的同学 会透过实习计划 提前了解 就是未来他们想要从事的工作 所以我们会在所谓的校园侦才里面 在DM 或者在摊位设计上面 去传达我们有实习生计划 这样的资讯 那听起来应该在校征活动上面 不只是眼光放在刚毕业的同学身上 已经往下再继续挖了 在在学期间 或许就会去来做实习计划的应征 这是不错的方法 就是等于把饼做大了 对 因为现在人越来越难找了 如果你只有锁定说一般的求职者 其实有时候会供不应求 所以在校园摊位上面 展示公司的文化跟价值观 让靠摊的同学们 可以更了解公司 刚刚其实Kimi有提到 在校征的现场的时候 怎么样子让大家可以走过路过 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中一个就是 与会的可能不会只有是HR 可能是这个学校的校友 他是已经变成是历程的员工 跟其他单位的同事 都会一起与会 您刚刚有提到说 需要热情是其中一个元素 在你的眼中 身为HR的主管 派出去的HR的同事 在校征现场 要表现什么样的行为 才叫是认真积极的HR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Attract 要可以吸引同学的目光 那每一个HR 其实你的特质不一样 那像是有些HR 他可能天生就非常的活泼乐情 那他就很容易在校征现场 可以吸引到就是一整群同学 然后跟他们打成影片 像Hank 是 然后可以就是跟他们介绍公司 那有一些HR呢 他其实是态度非常的真诚 那像这样子的话 他就很适合跟校征的同学 可以做一对一的 深聊 深聊 对交流 所以每个HR你必须发挥自己的特点 然后吸引同学的目光 那同学才会驻驻 在这间企业上 他驻驻之后啊 你要接着去了解他说 你来参加校征 他想要得到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那可能是他想要找刚刚提到像实习的机会 那我们就可以介绍他实习的机会 或者说他即将要毕业了 他想要找正职的职确 可是他不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跟他聊 帮他去做分析 职业的方向 职业上面的 职业顾问 对 所以这一些东西 就是你要去透过跟同学了解 他来参加这个校证 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所以一个认真积极的HR 应该要从跟他们的交流过程中 去听出他们的需求 然后给予适合的建议 让同学对这间公司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对这个HR也会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就是你要扮演同学的职业顾问 就是我们跳脱只是这间公司HR的身份 我们给他最真实的建议 这是比较适合这个学生本身 不论是可能是在产业的选择 工作的选择 或者是继续升学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不会说一定把他洗进你们公司 不会 我们会先以他的角度为出发 考量他的职业 那协助他们先找到自己的方向 那即便可能目前这个学生 不适合历程这间公司 可是未来他可能有相关经验价值之后 很有可能成为合适的人才 刚刚提到说 其实我们有请学生follow我们的社群 另外的话我们会请recruiter跟学生 互加lending 那其实你在lending上就可以看到 他的职业历程不断在改变 那可能某一段职业 他经历之后适合历程向有这个职缺 我们的recruiter也可以主动跟他去做connect 建立一个双方的信任感 现在人力资源的同事 其实工作还挺难做的 要有18班5亿 是是要非常的多元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活动啊 除了玩游戏送赠品 甚至AO2C可以当consultant的部分 有些公司的校园真才 不只只是当天进行那一天的活动 他还会结合线上像刚刚提到的 导到公司的一些link in或是粉砖上面去做互动 这两三年在校征上面 线上线下的活动结合是越来越频繁的 可不可以分享怎么样搭配会比较好 那业界的一些做法 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听众 HR的伙伴们做一些参考 以我们的观察 其实还蛮多企业都会先在自己的 所谓的社群平台去预告 他们会去哪一些学校 那同时搭配抽奖去强化这个讯息 这好像那个有一些现在隐藏版美食 是不是也有在粉砖上面说 我什么时候参车要开到哪里了 就有点像这样子的概念 说预告我们要去哪边 但是我们会加一些元素 比方说我们会先拍一段 简单的宣传影片 可能是员工的背书 然后简单的介绍 历程科技是什么公司 同时预告我们现在要去哪些场次 再搭配一些线上任务 比方说我们会邀请同学 在这个校园真才贴文里面 去take他的朋友 那或者是转分享 那他们就会透过这个社群 把我们的消息散播出去 那他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 奖品的部分 我们都会选择可能同学 比较具有吸引力的 像之前有抽过iPhone或iPad 这种方式 我们会先炒热 线上同学的关注 等到比方说假设 我们下个礼拜要去台大真才 那我就会在当周的一个贴文里面 再次的预告 或是强化说 我要即将到台大咯 那欢迎同学到这个场次 来跟我们见面 把线上的热度 或人潮的关注 引流到现场 那现场的话 当然我们也不只有做宣传介绍 我们当然还是会搭配一些互动游戏 比方说跟我们的摊位 或者是人行立牌拍照上传 把线下的人潮热度 再次的引流到线上 也就是让同学知道说 我们在线上所说明的 跟实际上的热度 其实都是非常的popular 然后去做这样的搭配 线上的活动 可能有一些任务 要叫他tag其他的朋友 让他到实体的场域 因为宣传要让其他人知道 然后现场的活动 又会叫他拍照 或完成什么任务 再传回粉砖上面 让粉砖上面的 其他的潜在求职者 但没有到现场的 知道当天发生什么事情 又看到这些推文 是的 其实某种程度上 HR不只是一个HR 我们把自己定位成 是一个marketing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们在找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 请他也提供一些他的作品 比如说有一些同学 平常就有在拍片 记录自己的生活 或是他会做一些 自己的设计 或是一些广告的作品 我们其实不会特别去找 要什么样的科系的background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 因为现在HR 可能跟传统的HR不一样了 现在尤其是在 找人这一块 形象非常的重要 然后要很清楚知道说 现在年轻人 用什么样的管道 可以吸引到他们的注意 所以其实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我们会多看一下说 他对这一块 数位的宣传形象 他有没有兴趣 他自己有某些作品 那如果有的话 基本上会加蛮多的分数 这样子 OK 就会优先录用 因为可以来操刀 在招募这一块 雇主品牌这一块的 多元的管道跟方法 是的 校正就是那一天 那那一天呢 有没有可能 跟学校做什么样子的搭配 会让那一天的活动 或是在这样子招募的方式 可以策略更好 然后更放大他的效益 可以在校园活动里面 借力实力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学校通常在 校园真才活动的当天 有些学校会举办所谓的 企业专场的说明会 那所以其实企业可以在 这个专场的说明会上 你有40到50分钟的时间 好好的去宣传自己的公司 那通常啊 会来参加说明会的学生 他们其实会报名这间企业 他们的目标跟动机 会非常的明确 对 所以呢 其实他就是对你的企业 有兴趣才会报名参加 那你在这个专场 说明会说完之后 可以再跟这一些同学 coaction 说明会结束之后 可以到你的摊位来 再进一步跟HR做交流 那另外的话 每间公司平时一定都会有 跟不同的学校 有合作实习的窗口 然后跟一些系上的老师 会保持一个很良好的合作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把校征讯息 透过老师跟学校的实习窗口 进一步的再提供给同学 然后引导同学当天来参加校征 然后到公司的坛位来 跟我们做交流这样子 所以那专场的说明会 好像不一定每个学校 都会释放这样子的讯息 有些学校的校征 它可能就附带了这个讯息 有些好像是才高请制的 那如果我有兴趣 想要有这样子 专场活动的说明会 要怎么样子才可以踏足 这个可能仰赖于 平常你跟系上的老师 或者是学校有一些互动 比方说以历程来说 当今天学校有需要 所谓企业参访 或夜市授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全力的合作 你们会配合它 会配合 那久而久之后 我们就会养成 这样的一个默契跟教情 所以比方说 如果这个学校 没有特别的专场说明会 但是你可以跟学校老师 或是窗口去提说 你想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某种程度 对于系上来说 其实反而是好的 好事 因为可以帮他们系上的同学 提早找到就业的媒合 而且以我们的观察 学校的老师 其实他们也会去调查 学生的流向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帮系所 帮这些学生 快速地找到工作 所以多数的系所 都会去协助你 协助这间企业 因为系所应该很开心 学生毕业之后 没有失业 而是马上都找到工作了 是 像我们就会跟林静的学校 就是做这样的合作 所以每年都会有 这样的搭配 OK 所以有些是自己争取来的 有些是本来就 平常有合作 然后场次 他本来就会告诉你 因为学校本来就有安排 对 是的 再回到校征的当场 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有 那有没有特殊的状况 有趣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任何人 可能都是你 未来企业的潜在求职者 有可能当下 没有合适的职缺 提供给他 其实我们不只有做consulting 我们也会把一些 你可以获取资源的管道 提供给求职者 除了社群之外 当然还有一个是 linking的部分 所以针对当下 没有合适的职缺的那些人 我们就会跟他 建立进一步的connection 透过linking的部分 然后去储存 自己的人才库 所以我们就会 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观察这个求职者的 未来的三到五年的职业 是不是 就是有不断的成长 所以如果有 进一步的职缺 我们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提供 那有没有遇到狠卢的 比较没有办法 当场招架的 以我的经验来说 我之前有遇过那种 因为其实校园正在 都比较是开放式 不只有学生 或者是找工作的人 也有那些 可能邻近的民众 他喜欢来看一下热闹 就年纪很大 感觉好像也 不一定是刚毕业 或是学生 对对对 就我的经验来说 他们的目的 都是想要 企业的赠品 当然还是会给他 就是一些赠品的部分 真的可能就不太合适的 所以如果面对的话 可能也知道说 要怎么解决 才可以把这个状况 妥善处理好 这就是HR可能 临场应变的精神 对 所以在规划校正的时候 我们也会把这些情况 预设进去 可能也会时不时在身上 带一些小赠品 对 还是做好我们的雇主品牌 是的 要对所有来 靠近摊位的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会和善的对他 然后很积极的 看他的需求是什么 看是要求职呢 还是要赠品呢 还是有觉得Hank很帅 要聊一聊啊之类的 好 所以这是HR可能在 你的工作场域上面 需要有这样子和善的精神 温暖的精神 这也跟我们的HR的 很多伙伴分享 因为有些HR可能 当场人太多啦 他可能无暇顾及 这么多的求职者 不同的需求 他可能会用比较 直接一点的态度 来做应对 那后续的影响 当然你可能当场省了时间 但可能背后损失的 会是你的潜在的求职者 潜在的员工 甚至对你的雇主品牌的形象 可能没有加分 那不同场次的校征 跟不同的这个征裁活动 成效怎么样来评估会比较好 是不是所有的场次都要做 效益到底好不好 要不要继续参加 对我们来讲 校园征裁主要的目的是在 雇主品牌这一块的宣传 所以我们比较不会是去看说 我一场校征下来 我收到多少履历 我录取多少人 因为校征对我来讲 这个三月到四月时间 是很密集的 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着会去看 我接下来这一年 我在比如说暑期实习 或者是学期学年实习的招聘 以及这一年 接下来这一年 我在录取的政治员工 报到当下隶属社会新鲜人 这样子的人数比例 有没有往上走 或者说recruiter在打电话 给这些学生的时候 他是不是都停过公司 我们会比较以 接下来这一年的招募状况 还有录取的人数 来做这样子的判断 然后评估说 这个校园征裁活动 对雇主品牌 是不是一直有持续的加分 那有一些的老板 他其实在争取资源的时候 可能会直接转换出 有没有人主印 留了多少资料回来 可是老板 我们不是那么及时看短线的 有没有更好的说法 可以让HR的伙伴们 去说服他的老板 跟老板说 我们这一段 为什么要花这个钱 他重点在哪里 就我们的经验 其实我们每一年 在跟老板要 校园征裁预算的时候 我会提供两个面向的数据 第一个 其实所有老板都知道 现在年轻人 他们其实在 吸收讯息的时候 有很多是 从社群这一块来看到 所以每一年的校园 我们会主打 让学生 就是持续关注我们的社群 所以其实社群的人数 会一直成长 我可以告诉他说 我今年参加完这个校园 我的社群人数 在IG或是FB 我成长了多少人 这个是一个数据 这是挺不错的指标 又有数据可以说服 然后又不是 要转换成实际的 应征或录取数的 是 那第二个就是 我会拉 这三年我们报到的 新人里面 他从社会新鲜人 到可能工作经济 到两年以下的 这一段的人数的比例 那比例的话 基本上我们每一年在转 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在录取 两年以下的 这个比较junior 还有新鲜人的比例 其实是一直在 主年的升高 所以透过社群的follow 然后另外一个是录取 然后两年以下 junior的人的这个比例 这两个数据 去说服老板 跟老板要下一年 就是校园整裁的预算 那这是很明确的 两个指标 因为社群是 校征季节 结束之后 马上就可以知道说 增加多少 那这个其实是因为 我在校征上面 线上线下的活动操作 让粉丝的人数 马上就可以增加 来关注公司的 相关的讯息 第二个是 我录取数要长期看 而且是target 就是新鲜人的这一块 因为可能年纪很资深的 不是从这个管道来的 所以我也跟老板 证明说 我透过这样子 但是慢慢cooking 有让我们年轻族群的 录取率是逐渐增加的 这是蛮不错的 两个指标 大家可以好好学习 我要到宝了 那也想要帮求职者 学生们问问看 校征都办得这么盛大 那我们逛校征的时候 同学要怎么样 才是可以争取到 心仪的工作 或是确定 我的工作的职业的方向 而不是流于看热闹 好像去园游会 拿拿赠品就结束 我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 或者是一个求职者 当你今天要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就会 透过人力银行 或者是一些管道 去投地履历 那有时候等待 其实是非常难受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校园真材 它不太一样 校园真材就是很多企业会 在这个场域当中 那为了让你了解这间公司 那要了解它的制度 它会精心的去设计跟安排 所以我觉得校征是一个 很快速 可以让你认识 这间企业的一个管道 就可以主动 主集 有问题可以面对面问 没有错 而且同时你可以接触到 未来的企业主管 因为很多的HR 他也会邀请未来的 当会主管 自己来现场去挑人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透过实际的去了解 旁边的观察 去了解这间企业 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那我觉得更重要 更重要一点是 一场校征 不会只有一间企业 他可能有上百家 所以我觉得事前 你可以先做好功课 比方说每间学校 他都会告诉你 校园真材的时间 有哪些企业 那这些企业 他都会安排 不同的产业 你可以锁定特定 几个产业 聚焦在特定 你喜欢的企业部分 然后去跟他做接触 那我觉得会对于 你在求职或找工作 甚至找时期上 省掉很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 当你今天被通知 要去企业面试 你可能要周车劳顿 你可能还要花很多的时间 这对于HR来说 其实校征 也是我们在招募 或者是面试 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好 所以对求职者说 你要先做好功课 他给几家 你心里的产业 公司 甚至职务 真的去现场 跟主管 或是人资 来聊一聊 当天应该会获得 很多有效的讯息 可以让你评估 你要不要去 应证这家公司 说不定你看一看 就觉得 这个主管 看起来好凶 或是他的企业文化 跟我想象的 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呢 那这些的问题 你都可以当场 直接获得 最直接的答案 因为 你要邀约 你去面试 你才可以问到 可是当天 是开放的场域 去的人都可以问问题 那我也看到校征 其实有时候去的人 好像年龄族群 蛮广的 不一定只是学生 看起来有一些 比较年纪大的 也会去逛校征 那我已经毕业一阵子了 还适合去逛校征 来找工作吗 其实这边 可以先跟大家 分享一个数据 就是政府这边 前一阵子有发布 2023年 就是全年 平均的失业率 是创23年来 新低 对 所以其实台湾 缺工的问题 其实已经 算是一个常态性了 所以说 即使是毕业 两到三年的年轻人 对企业来说 其实他的社会资历 还是非常的junior 那企业也非常缺工 所以如果 有求职的需求 那你与其 投递履历之后 就等着 企业主动跟你联系 那还不如 你就主动出籍 去参加校园征采 然后主动找到 你有兴趣的企业团位 那你可以 直接推荐 介绍自己 我相信机会 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你做好充分的准备 你去参加校园 征采 你一定会有 非常棒的收获 所以 已经毕业两三年 有工作经验 去还是很适合的 适合 那如果像我一样 已经毕业十年 有比较多的工作经历 那 Kimi这边会建议 还是要去这些场合吗 我个人会比较建议 如果你已经 工作年资 其实是比较久的话 可以用 Linding的方式 你可以主动在 Linding上 先把你自己的 工作经历 放上去 因为Linding上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 HR 或是Hunter 你的破光度 其实是 很容易就被 大家看见的 那我相信 那样一个 平台管道的话 我觉得会更适合 而且可以跟他们 主动建立关系 跟他 用message 聊一聊 是 所以校正还是建议 就是同学 刚毕业 甚至毕业两三年 比较稍微 资历浅的 年轻朋友们 参加会是 比较适合的 可以主动来做 初级 那校正的场次啊 如果我要去参加 这么多场 当年我是学生 我可能都只有参加 我学校那一场啊 那现在渐渐的 也会发现 学校可能 都会把这样的讯息 公开出去 也有蛮多学生 会跨校 逛校正的 这个摊位 那这有需要吗 不同的学校 摆摊的摊位的 性质 企业会不一样吗 就我们的观察 其实有一些校正 它其实是在假日 那假日的话 相对的同学 他会比较有多的时间 从学时 因为平时他可能都在上课 所以通常假日 他除了吸引 那个学校的学生之外 也会吸引 邻近的学生来 那相对于 人潮就会比较多 所以企业往往也会锁定 像是在假日的校正 因为他直接可以 触及的人数就会比较多 所以通常办在假日的校正 他企业参加的数量 跟产业类别 也会比较丰富 所以假日厂 反而就是 摆摊的企业会比较多 是 就我们的观察会这样 如果是平日的校正的话 那他可能就比较 符合在自己学校的学生 所以我们会建议是说 如果在时间有限的情况底下 可以去优先参加那些 办理在假日的大型效应征裁 比方说财经教程 那财经教程 他们就是办在假日 所以群聚的企业的数量 产业类别 也会比较丰富 平日参加的企业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他们就是要找人才 所以往往也会搭配的 主管一起来 所以平日的所谓实际面试的机会 也会比较多 这就取决于你的需求会是什么 所以如果已经有 他给到特别的公司 想要可以现场面试 现场录取这种的 可能是在平日的场次 会机会比较多 那假日的场次会是 摆摊的企业会是最多 但他可能人潮也多嘛 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可以跟你现场面试 那这个应该是听众们 如果你最近是学生 要找工作参加校征的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各位可以留下来参考 自己其实看到有一些 不同的学校 他在科系上面 好像本来就有一些 不同的取向 比如说我觉得师大 是我参加过一次校征 觉得他的摆摊的企业 比较特别的 但那高科技产业 餐饮服务业 这些可能几乎都会有 那他比较特别 他会有跟教育类相关的 产业摆摊会 比其他的场次都多很多 这应该就是师大 他们自己科系系所的关系 会跟这些文教 相关的产业更相关 那也给听众朋友 做一些参考 那今天我们就 非常的谢谢 历程科技的 Kimi跟Hank 谢谢 谢谢大家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星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 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 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